大家好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,这个故事的题目是快乐的家庭,我希望大家能记一件你们的时间来听我的故事。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对夫妻住在宇宙里,他们的生活简单和充足,他们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,共有六个孩子,他们的孩子叫凯如,芬妮,菲娜,菲花,艾娜及艾佳,他们与此之间的关系很亲密,当有困难的时候,他们都会互相帮助。 我的名字叫罗艾娜,我是兄弟姐妹中的第五个,我今年22岁,我来自森梅兰,我的爸爸是一位姑姑,哥叫公园,而我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,他们已经牺牲了许多东西来,扶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,我希望总有一天能回报他们, 我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在古鲁迪玉桥华校念书,现在我在马来西亚运进伊斯兰大学上课,我的专业是会会计, 我的兴趣包括打乒乓球,乐部,听音乐,和骑自行车,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会计师,我希望人会社会服务。 我的故事就到这里继续,我希望大家享受我的故事,我很高兴地认识到你们,谢谢你们的聆听。 优优 만약 优优突菜